最後我們搭配上由巧瑩和耀明附得的程式以及電機設計 配上我和玉瑄所設計的機器 將這三者整合在一起最後完成我們的自動販賣機 接下來是我們的研究內容 我們剛開始設計時其實並不知道從何下手 所以我們上網找了資料 左邊是我們在網路上找到的自動販賣機製作的教學影片 旁邊是我們學校的3D列印機 聽到這裡大家應該很好奇 3D列印機跟我們的自動販賣機有什麼關係呢 那就教由玉瑄來為我們講解吧 接下來就教由我講解機構的設計思路 以及在製作過程中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那大家一定很納悶 3D列印機跟自動販賣機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運作模式皆是上下左右移動 而在結構的方面呢 3D列印機使用鋁擠 而參考影片裡則是使用金屬圓管 但因為金屬圓管的設計過於複雜 因此我們決定採用3D列印機的鋁擠設計 我們接著更加深入的研究3D列印機的結構 3D列印機利用碰輪作為滾輪 在鋁擠的凹槽上進行滾動 帶動噴頭的左右移動 那在傳動的方面呢 3D列印機的X軸和參考影片的X、Z軸相同 就是使用皮帶作為帶動 而Z軸則是使用裸桿 利用裸桿的轉動 帶動橫向離體的上下移動 接著我們綜合了兩者的分析 我們分析兩者的優點並加以改良 設計出了我們的自動販賣機 那為什麼我們Z軸不使用裸桿而使用皮帶呢 但是因為裸桿的運作效率低且會增加安裝困難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皮帶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在製作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許多問題 像是材料的公差以及它的特性等等 那其中困擾我們最久的就是碰輪和鋁擠的搭配 我們一共做出了三種不同的配合 第一次我們使用歐規鋁擠以及市面上購買的碰輪 發現由於接觸面積太小以及施力方向的問題 導致在過程中常常會有脫軌的情形 而為了改善這情形 我們自己設計出了另外一種碰輪 並使用3D鍊機去做印製 這個凸起的設計可以減少它在鋁擠上脫軌的情形 但由於3D鍊機具有公差且材料力膨脹 所以導致在測試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它會有運作不順的情形 第三次我們使用歐規鋁擠 以及使用第一次所使用的碰輪 經過測試後我們發現它的運作效率非常的好 很符合我們的需求 以上就是機構的報告 接下來的程式交給季巧怡 大家好我是季巧怡 接下來有我為大家講解程式的部分 程式是讓自動賣機動起來的最大關鍵 所以我們的研究目標是為了要精簡程式碼 因為太漏長的程式碼會可能造成處理時間過場 或是卡頓的情形出現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將程式流程大致分為五步 第一步啟動機器讓它回到初始位置 第二步在按鈕按下後利用程式判斷進行指定的命令 第三步我們利用兩顆步進碼達控制方向 第一步進行左右平移 接著上下移動到目標位置 如果碰到線位開關的話就會停止動作 避免皮帶鬆掉馬達空轉的問題出現 大家可以看向簡報的左側 就操作情形如上面所示 第四步也是接著直流馬達 在直流馬達旋轉的過程中 商品就會跟著被推出 最後我們就可以沒有損壞的拿到我們想要的商品 接下來介紹程式碼的部分 while true是指下界程式沒有出錯時 它才會進行以下的動作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使用while true去檢查 是否有出錯 f 和 switch 用來控制 是用來判斷程式碼 我們用if判斷按鈕是否被按下 接著使用switch控制上下左右的移動 大家也會很好奇 為什麼要用switch和if呢 因為相較於if來說 switch簡單許多 只要在後面加上case1 case2 就可以無止境的寫下去 相較起來會比較方便 接著我們使用void自訂函式來控制附近馬達 為了讓程式看起來更簡潔 詳細的程式碼都收入在懲罰冊上 有興趣的人可以再觀測觀察 再查看 程式的部分在告一段落 接著電機的部分有耀明為我們講解 大家好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電機的部分 電機的主要目的是 就是減少避免它在後續維修上的困難 那這是我們電機上主要的大致上的零件以及電路接線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零件來介紹 我們第一個介紹的是我們的黃色直流馬達 它的在這的功用呢 是我們讓商品架的體絲圈轉動 進入使商品位推出 原本我們要使用的是一種 體積更小的四幅馬達 但是它一直不給我們真正的回應 像極的愛情 所以我們用黃色的直流馬達來代替 那我們第二個介紹的是我們的步進馬達 我們的步進馬達呢 在我們這次的製作 總共用到了兩顆這樣的馬達 分別是用作再入核的左右以及上下的移動 也就是我們的X軸及Z軸 那我們這兩顆馬達 因為所需的電壓都是12V 所以我們靠我們Mega板上的3V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在這兩顆馬達 額外還要再接上一個主要的電源供應器 那接下來這第三個是我們這當中 零件最小的 體積最小的零件 它叫做的線位開關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只要觸動它的啟動機制 它就會傳遞一個程式馬 讓我們的程式停止 進而避免我們後續機構上出現問題 那電機部分在這邊告一段落 接下來是我們的未來展望 我們的未來展望 包含補強級修飾機構 增加收費功能 還有NLCD螢幕機感應器 讓我們的販賣機能夠更接近我們市場所知的那種類型 那後續實際啟用 我們希望爭得校方統一 讓我們可以擺放在校內的公共區域 進而獲得更多的使用者回饋 也能持續的優化 那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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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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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